除了罗格夫之外 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评论家 Martin Wolf也特别写了一篇文章 他的看法是 的确QE3有它的危险性 可是如果不推出来 他对美国以及对全球的经济将更危险 虽然他将给第三世界带来通货膨胀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 全球的央行除了美国之外 日本央行也在这个礼拜宣布了量化宽松政策 也就是因为看到全球经济放缓的一些数据 首先是国际货币基金会IMF以及WTO 都在本周公布他们下调全球的经济增长的预期 上次IMF发报告以来 他们认为现在全球的经济状况 比他们原来预测的更加的疲弱 其次是意大利政府 意大利政府在周四的时候 再度下调了2013年底前的经济增长预期 他们表示呢 虽然明年可以实现他所谓的预算平衡 但是随着他实现所谓的预算平衡 就是砍很多赤字 意大利国内的生产总值将是负成长2.4% 这是2012年 2013年将是负成长0.2% 在这之前呢 本来还预期明年经济成长率可以到0.5% 经济的萎缩幅度也不会来得这么大 换句话说 随着整个意大利跟西班牙的欧债危机越来越严重 他们删减预算赤字的结果 经济的负成长的情况远比大家预期的来得严重很多 再来就是美国刚刚公布它的第三季的制造业的数字 美国的制造业的数字是三年来最差 而且报告显示出来美国经济成长是非常疲弱的 在大西洋中部跟沿岸地区的工厂活动在9月份的时候就再度出现了萎缩 显示美国的就业市场也没有任何的改善 这是全球共同包括美国联储会都启动量化宽松政策 另外一个背景 但唯一的一个好消息也是全球现在很多投资银行 认为最有获利点的是美国的住房市场开始出现了拐点 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美国城屋的销售量跟新屋的开工数升到了两年多来的高点 发出了美国住房市场滑坡六年 就是从次级房贷危机之后 终于步入拐点的最强信号 而这一波的金融海啸是从美国房地产的泡沫化开始的 那么到底这一场的危机还会持续多久 我们在今天特别要引用两个专家的说法 一位是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ergeant 他最近来台湾访问文贤世界财经周报专访了他 他对于美国的QE3有几个不同的评论 首先他最担心的是叫做开放式 他认为QE3不是什么大问题 真正大的问题是什么叫做开放式 你总不能钞票一直这样印下去印下去印下去 那我们通常喜欢听经济学大师的谈话 因为他跟一般的所谓钓书袋的专家不一样 他很容易贯通 他对我们的采访专访的记者说了一段话 他说如果我今天要出去钓鱼 我老婆说老公啊你什么时候回家 结果跟他说老婆啊我会钓鱼钓到满意为止 你想我的老婆会让我出门吗 所谓Bernanke所宣布的QE3开放式就是这个意思 他要印钞票印到满意为止 我们来听一下诺贝尔经济学长得主201年的Surgent 他对于QE3的评论 为了振兴经济 美国联准会9月中雷霆万军的推出了第三轮量化宽松QE3 而且是开放式 也就是结束日期未定 每个月联准会将买入400亿美元的房贷抵押债券 直到就业市场获得实质改善 金融市场文讯大感振奋 但是美股连涨两天之后动能见失 热闹退去后疑问随之浮现 近日应邀来台访问的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长得主 沙金特博士指出 量化宽松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见 身为讲究时政分析的科学家 他表示联准会的三轮量化宽松 完全跨入的新领域 效果难以评估 如果那些效果成功 我们不会需要这些 如果你想知道 那些政策的影响 基于历史的证据 只要是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没有试过 所以我们试试它基于一个理论 我们基本上试试它基于不试试的理论 这回对市场心理冲击最大的开放式QE3 目前任教于纽约大学的沙金特也有妙答 不过针对共和党指控 伯南克在美国大选前夕推出QE3 是有政治意图 以拉抬欧巴马的选情 沙金特以严肃的语气 直说这是愚蠢无聊的指控 于公于私都熟视伯南克的沙金特说 钻研19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伯南克 看到了当时政策面所犯下的错误 急于避免重蹈覆辙 Many of the policy mistake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were permitt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collapse and permitting a huge fall in the price level and one way the Roosevelt administration and the world got out of some of the problems with the recession is to reflate to bring back the price level and he's very aware of that 因为不能坐视金融机构倒闭 引发难以想象的连锁效应 2008年金融海啸后 联准会提交一份7000亿美元的 问题资产救助方案 为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纾困 当时博南克联手和国会 撑起稳固金融体系的两架马车 联准会并在2008年11月 推出了第一轮量化宽松 不过沙金特指出 联准会启动印钞机大印钞票 是拿美国经济进行前所未有的实验 联准会这次推出开放式的量化宽松 主要目标在于提振疲软的就业市场 对此沙金特引用著名经济学家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 指出货币政策很难永久性地影响 经济成长率和就业率 这是最后这句话沙金特提醒大家 留意伯南克话中传达的讯息 沙金特说持续收入货币政策的 收购债券的结果已经使得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 大幅膨胀 他直接了当地指出 如果单看联准会的资产组合 他已成了全球最大的避险基金 沙金特认为美国经济问题有两大根源 一是财政失衡 另一则是教育和贫富不均 我们的政府也认为两个国家 两个国家共产党的计划 他们也认为两个国家共产党的计划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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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国家共产党的计划 两个国家共产党的计划 和高财产 所以我们在这些计划 有些计划的计划 会不会破坏 我们在这些计划的计划 我们在这些计划的计划 所以我们在这些计划的计划 是有很多的计划 在计划的计划 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些计划 是一种图的图 的图案 是一种图案 您的计划